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赤壁洋楼洞问世 19世纪时 恶国 英国的外商以及晋商 粤商 都到洋楼洞投资经营茶庄 五条街巷的茶庄多达200国家 洋楼洞因此有了小汉口的称号 有风香十里 无风十里香 咸宁别名桂花城 因为各处种满古贵 飘香满城区 咸宁位于湖北省东南部 长江中游南岸 与湖南江西接壤 素有湖北南大门之称 南唐建政立县至今有1300多年历史 古代十国的时候为永安县 北宋时期 宋真宗将永安改名为贤宁 寓意全都安宁 古城面金山 贝子坛 左向山 右文饼 西元1977年 崇阳县白泥镇四位农民 在洪水冲刷过后的岸边 发现一面商代铜骨 不仅是青铜艺术的展现 更充分说明当时的商朝势力 已经跨过长江 进入木覆山区腹地 一眼望去万亩茶园 湖北省赤壁市 被称为中国青砖茶之乡 更是茶马古道的源头之一 太平天国时期 有茶庄两百多家 中国大茶室 盛极一时 古镇茶马古道始于宋 盛于明清 明清石板街 伴有数条丁字小巷 街道曲折微移 别具一格 赤壁青砖茶 明清就远销欧亚大陆 为满足长途运输 改为长方形砖状 故称砖茶 1843年 市上第一块青砖茶 在阳楼洞问世 成为中国黑茶的鼻祖 闲宁历史的积淀 也表现在特色鲜明的民间艺术 通山木雕 每一刀都出神入化 被认为是木板上的刺绣 从阳提琴戏 已有两百多年历史 源于岳阳花古戏 因演奏者 以虎口夹住琴干 琴筒 抵在腰间 站着也能演奏 所以称之为提琴 从过去到现在 没有变化的是 贤宁蓬勃的生命力 贤宁也是三国赤壁大战 发生的地方 古战场境内 有赤壁山 南平山 金软山 三山相连 最重要的景点 是赤壁山基头 临江崖壁 可有两个诸宏大子 赤壁 还有南平山顶的拜风台 传说是诸葛亮 拜解东风的西星台 处地滔滔大将行 引动私补三国文化 有人打趣地说 来到大桥小桥互乡 闲邻家喻 享受美景 沐浴珊瑚温泉 就可像二桥般 倾国倾城 我们一定要拿下赤壁 攻陷成桑 我早就等这一天了 曹操带来了多少兵啊 雄狮百万 不到赤壁不解三国 赤壁山临江悬崖上 可有赤壁二字 瞬间传越回到 那场谋略智慧 正骨硕金的战争现场 据说当年赤壁大战 曹军大败 分流联军把九庆功 终于提箭 在崖壁上磕下二字 大张东去浪潮境 东汉建安十三宁 闲宁境内爆发的赤壁之战 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 曹军率领水陆大军 发起荆州战役 讨伐孙权 孙权和刘备组成联军 由周瑜指挥 在长江赤壁一带 大破曹军 是中国历史上 已少甚多的著名战争之一 也是历史上第一次 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 我只有一个梦想 也是大家共同的梦想 就是我们要团结 上下一心 走入三国赤壁古战场 一座房古城墙 赤壁桥楼出现眼前 椅子上重建金城 赤壁塔和古战船 再现三国风情 演绎着一场场历史情境 仿佛置身于 那个金戈铁马的时代 南平山东南方的金丸山上 有座凤厨庵 相传为赤壁之战时 凤厨先生唐统 在此批阅兵书 想出了以火攻草营的记策 凤厨庵旁边一棵千年古树 是庞统当年亲手栽种 意外成为目睹赤壁之战后 唯一有生命的幸存者 往事约千年 百丰台又名武侯宫 在三国演义描述的赤壁之战中 孔明在此设坛借东风 相助周廊 易江亭则是赤壁大战 周瑜的指挥哨所 站在此庭中 可平栏远眺 隔江乌林曹军 驻扎的大本营 广场上一座 栩栩如生的周瑜石雕像 把周瑜的英雄气概 表现得淋漓尽致 神武台空城记 三十六记 桃园三结役 小桥出架 赤壁承载着多少 世人对三国历史的经典记忆 显尼的内冲窑族村 白天处处是画 步步是尽 夜晚功火通明 是一个古老的窑族村寨 相传 排王代理窑族先民 在这开辟土地 反面生息 并不断向外迁徙 内冲窑族村 坐落文明侠尔的 耀胡山脚下 山中留有众多 令人叹为观止的 窑族特色 十文化遗址 窑族大量的历史民族文化 与当地汉民族文化 交织在一起 产生了特殊的汉窑文化 像是圆末民族 融合两族元素的 通臣拍达物 至仙人以原生态的风貌 在古窑村传承着 沙宁是千年 云族发源地 内冲云族村 位于耀胡山下 走进云族先民聚居地 山林间云雾缭绕 整时雷起来的门楼 装饰着瑶族独特的传统民族乐器 这里就是中华古窑第一村 随处可见的垒石遗址 古窑风情一览无遗 内冲云族村最醒目的 就是这座牛角雕塑 两只参天牛角 拱卫着一面铜骨 象征古窑文化图腾 铜骨被瑶族视为 有生命的乐器 牛角的十二节 则是代表瑶族的十二大姓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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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着瑶族服饰 手舞组道 通城拍打舞 自圆明引来 在通城流传 一开始是以手 互相拍打 人们在劳作之余 男人拍打胸脯 女人拍打手臂 然后再加以扩展变化 拍手 拍肩 拍背 在服以各种姿势 舞蹈的节奏 明朗 欢快 传达舞者 收获喜悦之情 通城县 自古以来 就是摇汉杂居之地 拍打舞 充分融合 摇汉两族 文化元素 内冲还建造了古摇文化陈列馆 表情素目的盘王雕塑 映入眼帘 盘王是古时摇族的部落首领 姚明奉盘王为祖先 把犬龙作为敬仰对象 所以陈列馆随处可见狗图腾 镇馆之宝 是瑶族人寄神用的狗头虎爪石神台 馆内收藏上百件真卫文物 像是瑶明陈九瓶 银头士 狗图腾桃虎 堆塑狗图腾蒜头瓷瓶 从各种不同角度 展示了古瑶人的生活 瑶族先民在耀孤山生活了近九百年 耀孤山大风暴 大量先民生活遗迹 被认定为瑶族历史上早期的千家洞 满山遍野的石堤地 规模巨大的石寨 让人无不为之惊叹 瑶族的石头文化 在这里也处处可见 一条条青石勾像 人工建造的石桥 石庙 石井 积奠着瑶族先民 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气息 药菇山原名龙教山 属于木户山鱼脉 药材资源丰富 历史上有江南天然药库的美誉 传说千古药圣李时珍 多次到药菇山采集药物 精叹药菇山上百草泉 只缺甘草与黄莲 也把这里当作编写 本草纲目的重要基地 相传李氏三姐妹 常摆药九人 三姐妹的善行感动了上天 在这里升天成仙 龙教山因而变成了药菇山 神秘的古药文化 与三仙传说故事在此相遇 药菇山充满许多不可思议 前年通山县境内有座九宫山 开山道祖是张道卿 他就近是何方神圣 在南宋纯西年间 守孔皇上圣旨 在九宫山新潭社教 建起三宫十二院 九宫山因此成为五大道教云山之一 山中幽谷纵横 来这里可以看到云海 惠惑其松 现在九宫山早也是避暑圣地 也是天文与露营爱好者的天堂 抬头遍连仰望浪漫星海 赶河市贤宁的母亲河 属于长江一级之流 全长76.6公里 自通山大木山南路发源后 由南向北流经咸安村 穿过市中心城区后 再流入浦头湖 最终经金口闸 汇入长江 以干河为轴 贤宁被称为山在城中 城在林中 水绕城传 是一座青山围绕的城市 庐山天下秀 中林属九宫 木覆山脉中段 有座九宫山 属于断层山地形的 古兵川地貌 既有江南山峰的骑袖 又具有在北领月的雄伟 铜骨包也叫铜骨峰 是九宫山的主峰 峰顶像极了一只巨大的圆骨 在这里露营非常受到欢迎 晚上抬头便是浩瀚鲜河 九宫山被誉为五大道教民山之一 共得到六个帝王的十七道赤峰 道教古建筑 锐清宫 升君使殿 至今保存完好 首出树雾万国贤宁 这里有湖北千岛湖之称的鹿水湖 八百多个岛屿 兴如其步 因三国东吴名将鹿逊 在此驻君而得名 从对岸的雪峰山 从对岸的雪峰山可鸟看整个鹿水湖 每到一个地方味蕾的感受最诚实 湖北千岛除了桂花香 飘香的当然还有美食 让人特别难忘的是这道咸岸宝塔肉 第一次看到层层叠叠的宝塔肉上桌 站台就像是艺术品 还有通山包陀 是用红薯作为原料再包馅 做法跟外形有点像汤圆 春节团圆年夜饭 通山人必备的料理 在外的油脂回到家乡 第一件事情 绝对是吃上一碗香喷喷道地的包陀 有山有泉有花香 两千年历史的咸岭当然也有好滋味 说到咸岭美食 就不得不提咸岸宝塔肉 菜如其名 一个大盘子 叠上金字塔般的宝塔肉 光线洒下 更显色则流亮 咸岸宝塔肉 制作方法烤面刀工 沿着边一片片切 边还原成宝塔形 边炒里面塞梅干菜 蒸熟成为美味佳肴 除了口感细腻 咸岸宝塔肉寓意步步高深 赫胜鸡汤 夹鱼丸 通山包陀 从羊竹损 美食应有尽有 特别是非以美食 通山包陀 被文人默克形容为 红薯画作的精灵 家于远古时期 属于洞庭湖的 云梦沼泽地 水生生物极其丰富 人们把水香家鱼又称鱼藕之香 这道鱼肉做成的排州园子 曾经贵为宫廷贡品 家于丰富的野藕资源 也成为艳客菜肴主打的食材之一 也忘了尝尝传统手工小吃 通山马饼 弘扬小麻花 咸宁好味道 叫人停不下口 咸宁是一座 有山有泉有桂花的城市 当地人满足在这里过日子 形容自己不是神仙 而是圣词神仙 大话西游节目 我们下次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